孩子们,炒着要吃番茄鱼,我打算带他们去外面吃,老公非要说自己做,还说成本只要十几块就可以搞定,味道还比饭店好吃,首先在切好的鱼片里加盐,胡椒粉,葱姜水,一勺淀粉,抓拌均匀,让鱼片充分地上浆,再加食用油锁住水分,油热下入番茄,加少许盐,加盐一是为了提味,二有什么作用,有没有知道的,然后倒入适量的长姜水,调味加鸡精,胡椒粉,生抽,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, 烫熟就捞起来,放在盘子里,然后再陆续地下入鱼片,等鱼片定型了,再次烧开,轻轻地推个几下,再把鱼片捞起来,均匀地铺在配菜上,最后把汤汁全部倒在上面就可以了,放葱花,白芝麻,干辣椒用热油炸香,淋在鱼片上即可,鱼片嫩滑爽口,汤汁拌饭都能吃两大碗